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這樣看起來就像是一隻戒指 但它似乎是非一般的戒指 因為我們之前有很多不同的集數都說過 其實有很多人 或是我們的客人 也好 他們不是認真太接受到一些性物 在我們的佛堂裡 其實性物的種類也很多 例如可能會有佛牌 例如可能會有符 符片 甚至乎一些油等等的東西 其實都是性物來的 性物的意思其實就是任何物件 其實如果它加了一些法在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稱之為它是一種性物 當然性物都有很多不同的層級 例如可能會有一些真的會有神存在在裡面 有些可能是真的只有法存在裡面 有些可能是符咒存在裡面 怎樣可以令到一個簡單的物件 變成一件性物呢 其實就很在乎於我們加些什麼在那件物件裡面 即是在那件物件裡面 一般以來其實我們會離不開兩種 就是開光 例如我們會有請師傅 泰國的師傅 或者可能是迫師傅 他都會去加持一些性物 第二就是在一些物件上 可能我們會加一些符咒 其實實在真的有很多人 不太接受到性物是因為他們聽得太多坊間的傳說 例如可能真的看得起多 那份牌可能會弄死他的 其實這件事真的影響很大 也很大的 是的 因為很多人不知就女 他們唯一得到的資訊 其實就是靠媒體的 其實媒體怎樣演繹 有些朋友可能比較純真 可能他們就會覺得原來就是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可能想出來的事 自己嚇到自己也不一定 還有其實在中國人的社會 其實我們都會把神戴上身 例如很多人都會戴觀音的玉咀 有很多人會戴生肖的玉咀 天綿一點的可能就這樣戴一塊玉 但很多時候因為戴一塊玉 在玉咀的時候就會順理成章 將玉咀挑了一些他覺得是吉利的神像 其實只不過是地方的文化不同 只不過是香港人戴觀音 不會拿盒子入住它 佛牌可能真的會拿盒子入住它 原因可能是大家用的材料有些不同 因為泰國的佛牌可能都有金屬 都會有一些用泥做的 可能是裡面加了不同的草藥不同的泥 例如我看到的多數都是泥 因為事實上泥牌 其實我們都是要製造帽子 然後用帽子押出來 如果你不找個案子去保護它 很容易會散開 很容易會爛 這樣就戴上去也不吉利 所以很多時候 你想想戴了一個神的牌 但戴一下它因為是泥 或者是怎樣拆出來用粉碎 也不吉利 或者人們會很怕 我想大部分人都很怕法相 因為泰國神像的法相 例如拉虎 拉虎也是一個面具 有些人可能就是狐仙姐姐 可能她又會聽很多坊間的人說 這些會不會很邪 很多種種 以前這個溫沙外的狐仙像 我跟你再說一次 不斜怎麼靈 明白嗎 戴完沒什麼發生 不斜 不斜 不靈的話 即是有靈氣在裡面 因為在她的世界裡只有斜 你只有什麼在裡面 總之靈、斜的 夠斜的 最重要是不要帶到不好的東西 對 其實我們都不會說真的 我回答回來也好 即使我經常都說 會不會很邪的 Peter什麼什麼 我想都說 就算你不帶 或者他不幫你 我又覺得他搞你又有什麼用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想法 其實某些人很有趣 神是可以幫到他的 他在桃園之後 他幫了他 好聽一點 就說 很靚 很神奇 身邊的人覺得他很邪 究竟你要邪還是靚 對不對 我想在這一刻 大家在說那個邪 就不要誤會 不是我們一般說 外面的東西很負面 很邪 因為大家要明白 就是碧師傅的language 這個問題 就是他演繹的廣東話 因為我們在講聖物 不是在講鬼 他講的邪 其實只是講靈氣而已 真的 譬如最近 不好意思撐得太遠 不過我都分享一下 挺靈異的 譬如最近我有一位客人上來 他帶了一批牌 即是他自己的佛牌 他在不同的地方聘請回來 你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買不同的佛牌 我經常都會說一件事 譬如你請一個佛牌 其實你有多清楚你戴什麼 即是他的佛牌很有趣 他的頭髮有點毛生出來 即是頭髮會長長 即是在那個盒裡 有一個公仔 有一個木頭公仔 他有一些頭髮 不知道他是長長 只是他把頭髮塞進去 他自己就覺得 他上來其實不是想要請任何性物 他只是有些問題上來問 我就解答他 聊一聊 他就說 其實我也有佛牌 不如我拿出來給你看看 我就跟他說 你拿出來看看 不要看到 你這個佛牌這麼奇怪 然後他自己慢慢跟他聊 一邊聊一邊聊一邊 他開始發覺 原來他說 其實有很多次 他不是很想要的 這些佛牌 但當他每次說 我不想要的時候 好像硬是會有一些人 或者會有一些 可能有一種心魔 跟他說 不行的 你不可以不要的 你不要的話 你的事業就會倒閉 你不要的話 你老公就不要你了 你不要的話 就很麻煩 所以他一直都做不到決定 就是他一直都不肯放過他自己 你明白嗎 所以他上來問 其實我是不想要的 但我覺得好像很害怕 我好像很害怕 我沒有他 我會不行 我跟他說 其實也有一點心理的角度 我跟他說 不要緊 我說不用不要 我說不如你先脫掉 你脫掉 我先拿出房外 你看看你自己會怎樣 一邊聊天一邊聊天 當然我會跟他聊很多不同範疇的事情 隔了一會 他就跟我說 真的好像舒服了很多 好像感覺是如釋寵符 你明白嗎 可能他有一個 他這麼久以來沒有 真的有一個形式上 會說 我真的要拿開牌 是 我要去試試 究竟沒有了牌在我身邊 是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這次真的說出來 我真的試試放出去 我不戴了 我有什麼感覺 他覺得好像有一種 如釋寵符的感覺 其實你也是有一點心理作用 當然最後他也沒有要到 那些佛牌 但是始終要提一句 就是如果有些人 你真的很害怕性物 你可以不去接觸他 沒有問題的 所以 再出了那張照片 麻煩你 所以碧師傅很擅長 他經常有很多想法 他就想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出來 就是想去解決了人的心魔問題 或者心理問題 因為事實上很多人都喜歡漂亮的 有誰不喜歡漂亮的 無論男 男 女 女都喜歡 男人就喜歡手錶 女人就喜歡轉石鏈 或者戒指 碧師傅也想到很周到 他因應兩性不同的一些 他們喜歡的東西 所取的東西 他就想了一些方法出來 有什麼可能 將一些套餐或優惠 可以放進我們的性物行列 我們可以循環一下相片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到他就 就開始做這一門的業務 這個業務其實就是離不開有幾種 要麼是手錶 要麼是戒指 或者是手押 好像你現在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碧師傅 他找人來做 找人去做 做完之後就加一些法 加一些符 為什麼會有這個業務出現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阿碧師傅你混合一混合一混合一混合 什麼都給你玩 其實也不是的 吹嗎 其實以前 發明戒指這件事 就是阿碧師傅發明的 譬如說十隻手指有長短 但十隻手指其實幫助的東西都不同 我們很久之前有說過一次 這個我們不再重 將來再遲些我們可以重複 譬如說有些客人說 我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譬如說我做一些要追溯的工作 或者感情真的不太好 健康或不太好 或者小人是非真的多 但是他又說我有一個關心 我真的接受不到一些 例如佛牌的東西在我自己身上 又或者某些場合不適合 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方法 不如為什麼不可以把法 加在戒指上 或者加在鑽石上 這樣可不可以令人帶起來舒服 別人看他又不會太愛眼 他自己覺得自己也不會不自在 因為老實說 我經常都說 你戴任何聖物都好 如果你不喜歡 或者你覺得戴那個聖物 你是不開心 或者戴到他不自在 基本上都不會幫你 所以後來他就說 不如幫你弄點鑽石 他就去找人 他就自己去找了很多人 看看會不會 都出了很多人情牌 人情卡去錄 會不會有些人專門做Holesale 自己去找鑽石回來 就不找人去砌出來 事實上在外面買戒指 其實也不是便宜 所以師傅的意思是 寧願他覺得 不如我優惠一點 因為我可以便宜一點給你們 不用你自己去找 又怕被人欺騙 又怕石頭 或是玻璃不漂亮 或是品質不好 其實再演變 你現在看這張照片 其實上面有一個數字 這個不是負責 其實在一個藝術上面 會有兩大核心 我們說有兩個心臟 除了你說真的 他自己本身最重要的元素 除了八粒鑽石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一個幸運號碼 和一道符 幸運號碼不是每個人都一式一樣 你可以形容它為你自己個人的 一個serial number 就是專門為了你去量身訂造 例如師傅一樣 他都要看了你的命盤 因為你知道我們其實做的事 大部份都是跟數字有關 包括你自己的命運 的命盤 其實我們都是透過一些數字 來反映出來 你們是計算多少分 對 計算分 所以碧師傅就會把命盤開出來 就是你個人的 然後他就會按照不同的數字 他就會因應你的需要 然後就幫你訂造 量身訂造 一些適合你的四個數字 四個數字 為什麼要是四個 有些六個七個 因為有些人天生有維持病 感情又衰身體又衰什麼 有很多功能都是衰 所以他整隻戒指 都有很多他自己需要的 組合的行運號碼 OK 一般就是四個字 如果有些複雜的東西 就可能六個字 會多點 不足其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去 對 就像這個 如果大家看視像的朋友 你也可以看到戒指的內圈 其實有黑了一道符 以前的版本 我們只會加一些 Nucky Numbers 因為我們都覺得 其實你每天都帶著 這些幸運數字 其實都已經幫到你 所以你上來的時候 我們會搜尋你的身 搜尋你的身的原因 就是我們要看看你的卡 比如ID卡 ATM卡 Credit卡等等 你每天在你身的周圍 你帶著什麼數字 其實都是一種反應到 會影響到你運程的其中一種 一個元素 所以我們用同一個概念 就把幸運號碼 放到你最貼身 貼肉跟身 即是你卡 你也是買銀包 但戒指其實你是跟著身的 你在手指上貼肉 所以我們就用好的數字 令到一個好的氣場 帶在你身上 而這個符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例如可能它會有招財 因為暫時最多人來說 它都有招財的作用 其實你說是否招財 那什麼叫招財呢 是否就是 突然間會有錢跌下來給我 或者我買六合彩會中 等等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會包含很多東西 例如一個符裡面 會有一些人員 貴人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你在外面做事也好 什麼都好 當你做一個追數 可能是做一個insurance agent 你也是需要人 你也需要客人 所以它會帶人員給你 我們最經常說的是 一個符裡面 其實包羅萬有 好像師傅這樣說 例如可能事業 可能你的health 家庭 感情 財運 不是只選其一 對 可能我會再加幾樣東西 就是人員 名利 生意 各個方面都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譬如我的圈有多大 我要多少東西 盡量都可以刻倒上去 其實都可以刻倒上去 因為現在engraving 這些工匠 其實他們都很厲害 他們通常都用機器做的 以前真的用人手用機 但是現在通常都用雷射 所以其實它可以做到 無論你想怎樣的佈局 其實都真的可以做到 By the way 戒指一般來說 師傅會推薦 他們帶八粒的鑽石 為什麼呢 因為師傅說 每一粒鑽石 其實都代表了一個客 有些人 我試過看他做一些 很多的碎鑽 整排都是那些 他就說 你便會有很多客 那些真的要 給一些很需要客源的人 一間公司的老闆 類似 需要很多客 所以他要帶很多碎鑽 可能他也要控制下屬 下屬的人幫他做事 帶不同的手指 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數量 或者什麼行運號碼 什麼符 都有控制不同的方向 所以其實他都很受歡迎 我覺得 不是說賣花棧花香 因為事實上 師傅找的鑽石回來 我自己看過的質素 用一個客觀的因素來說 其實也挺漂亮的 我覺得也挺鑽 我驗尖 我看到碧師傅自己 已經帶到一手 白不清不默 所以現在你們想要什麼 其實很多人會有關心 譬如我真的不要錢 我只是要一個男朋友 我可以怎樣 你就帶回相應的手指 然後其實巧妙就是 serial number 即是說你的幸運號碼 其實不同的數字的拼抽 其實都是代表不同的寓意 所以其實你想要什麼 我們就盡量幫你telomate 你想要的效果 然後我們印下去 那個feedback 就是我深信會好 你不做任何的事 是的 那 那 那 給大家一些資訊 就是 因為這個是屬於你們的一個 development 是你們自己的東西 那 如果有任何朋友是有興趣的話 記得不要找我 找我是沒有用的 找D100都是沒有用的 那你們自己可以聯絡碧師傅 可以聯絡Peter 那 如果想看看 譬如我們這裡 只不過是出了幾個不同的樣子 出來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 其實有很多款 知道再多些其他款 也可以上去Facebook 就是Jone You and Me Diamond J-O-N-H J-O-N-H 然後U就是一個U字 N就是符號那個N N N 即是Q N J-O-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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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找我和D100都是沒有用的 總之有興趣的話 任何時 不用理我 你們聯絡 Vick師傅聯絡Peter 或者上他們的Facebook page 可以看 好 那食物這些 暫時有 我有一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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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客人 做陪坐 什麼叫做 陪坐 陪坐 又帥 又帥 又有錢 突然這個題目我不是很會接 我都不知道 年紀文看 都不知道是否應該賺 都不知道是否應該賺 都不知道是否應該恭喜他 他天天 D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